说2022年高考在即 教育部再次提醒考生及时向考点所在地考试机构 如实报告自身健康情况 相关返程安排等信息 提前14天返回考点所在省区市 说沈阳市教育局近日发起成立了沈阳市直属普通高中教育联盟 联盟成员包括东北育才学校 沈阳二中 沈阳市外国语学校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和沈阳市朝鲜读第一中学等五所市直属普通高中 联盟将探索通过校际间在学校管理 教学教研 师生交流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形成市值普通高中教育优质协调的发展格局 说沈阳日前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1.5万余件套新增珍贵文物名录 其中包含两枚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印章实物 雪纳和富起 据悉这两枚印章实物是目前被发现的仅有的八大山人印章实物 说沃日前 世卫组织表示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计报告约80例猴豆确诊病例 还有约50例上代确认 随着监测范围的扩大 未来可能会发现更多病例 世卫组织指出 猴豆一般在部分国家的某些动物种群中流行 偶尔导致当地人和旅行者感染 但目前已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猴豆病例 这是非典型的 因为这些病例出现在并非猴豆流行的国家 说沃近日 西班牙多个城市迎来今年夏天的首轮高温天气 多地气温达到创纪录水平 当地时间19号晚7点 西班牙马德里市依然焦阳似火 城市中心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不少人走出家门来到公园里乘凉 西班牙气象局表示 高温天气在未来几天还将继续 珈瑩气象局者是新西班牙 颈护氏度 204摄氏度 在司лив国责方设程中心 考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